各位進入到我們這個one note群組之後啊 你一進來在這個訊息裡面 我有準備一個互動白板 我先問一下各位 你會不會不好意思問問題 生性害羞 多減啦 沒關係啦 所以我準備一個白板 你如果不好意思打斷我的 你就來這邊提問一下 你再按一下有沒有 這個點一下 你有問題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最簡單 你看這裡有一位同學進來 榮源進來的有沒有 你進來是匿名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我發現你是誰 除非你自己鋪路起 我加過這些章魚嘛 這樣了解草原狼後 就沒有灰太狼而已 第一個簡單的 你先用文字框 點一下我有問題 這樣可以嗎 這是最簡單的 你就用打的 這樣我也會知道 那你喜歡放哪裡就放哪裡 你看 這個章魚要跟我搶了有沒有 哈哈哈哈 你看 這個你滑過來就知道 這是榮源在想畫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有人說我打字比較慢 所以他想要用畫的 這裡可以塗鴉 你喜歡塗鴉 反正那些工具你都可以用 你喜歡塗鴉你就自己弄好 這樣我也會看得懂 OK 好 那第三種 如果你是屬於軟體操作的 我有畫面 可是我不太了解 我就來這邊 比如說你在這邊 像我剛剛我就把這個畫面抓起來 你只要複製好 就來這邊貼進來就好啦 有沒有 這樣我也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當然你也可以從網頁上的圖片 直接複製貼上也可以 那個怎麼截去 蛤 你剛剛截圖他們沒有看清楚 那個是 小秘記在這裡 我有放 你看一下我們的主要的 他是按小鍵 好好好 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各位你看這邊 你剛剛進來是不是在訊息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最新消息 我們主要的資料都在任務這裡面 我們這兩天會用到的 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那剛剛有同學在問的那個東西 我是放在影像主理這裡 有看到一個叫Snipec Snipec 我是用這個小軟體 你會發現我用的跟你不一樣 當然你用Windows內建那個 就是我們Print Screen 當然也可以 可是你比較麻煩 是要切來切去的 那我剛剛看起來比較方便 還可以當便利貼 所以待會我先講那一個 既然大家對那個那麼有興趣 我就先講 那我先順便 我提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 我們上課會有錄影 所以您看一下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這個 練習檔 我已經放在雲端硬碟上 待會各位可以下載 可以下載 另外一個 我們上課有錄影的 我會放在這個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 所以待會呢 你就可以連到那個上面去 連到那個上面去 那各位呢 如果要看我的資料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連到我的部落格 我部落格裡面還有我的教學頻道 我現在有兩個YouTube教學頻道 都有超過一千人以上的 我有認真經營 所以呢 你就有興趣你就從這邊 那 因為現在文章越寫越多啦 所以就要把那個系列文章寫清楚 這樣人家要查比較好查 有時候我自己查也比較好查 所以這個是你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那我都知道是公開演習的 就是可以的 我就會像這樣 像這個是前兩天去偏鄉小校 但是他們學校也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錄影的方法 就會像你現在看到右手邊這樣 有沒有 有標題寫好 所以一段 每一段影片都會盡量 我會控制在10到10分鐘以內 那主題清楚 你哪一個不懂 就進去看那個就好了 這樣可以 OK 這是我比較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你在往下走 這裡是不是有檔案 我們會需要用到的檔案 你也可以從這邊下載 我都已經放在雲端上了 都是可以用的 這樣 有沒有 什麼問題 沒有齁 那我順便提一下OneNote的部分 OneNote的部分 除了你在訊息裡面 除了我可以發訊息 你也可以發訊息 比如說你以後有問題 就在這邊發問也可以 或者呢 你針對這個 我發表的 你提出回應 也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在任務裡面 你也可以針對這個 我有問題 我在這邊回應 這樣也可以 這是你如果有問題的 可以在這邊提問的 當然你到我的部落格上 也可以看到我的Email 你可以透過那邊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你在做這個問題的時候 做這個教材 或者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你有問題 右手邊這裡 你們進來 有沒有都有一個筆記 對不對 這個筆記也可以用 這是文字式的筆記 那這樣的筆記有個好處 你的筆記跟著你的教材走 所以你下次再看這個教材 筆記就同時出來 好就同時出來 那你可以有第二個 第三個都可以 好都可以 那這邊呢 如果是影片的更好 因為這是OneNote的優點 也就是說 你今天影片的 我如果看到這裡 那我把它暫停 你在這邊做的筆記 有沒有發現 它還幫你記錄下來了 所以呢 下次呢 你看到後面去的時候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筆記 它馬上就跳回1分05秒 這樣筆記是不是跟影片就在一起了 而且呢 如果你要文字以外 你還想做什麼 做圖像式的 你可以抓圖 這裡有個熟寫筆記 OneNote有熟寫筆記 但是它需要安裝擴充工具 好安裝擴充工具 所以你可以到 Google Chrome的 或者是你是Mac的也有 你就把它加進去 右上角這邊會不一樣 會多一個 我把它新增 好 你看右上角這邊會多一個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了 現在呢 我把剛剛這個 重新整理一下 不管你是影片式的 網頁式的教材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現在呢 如果我跳到 下一個 這是影片的 這是 這個 網頁式的 好 比如說我看到這邊 這個我有點問題 我就按下熟寫筆記 有沒有自動抓下來了 抓下來之後你有筆 可以在這邊做 這樣你了解嗎 你在上面你可以 直接用畫的 你就不用拍照了嘛 然後呢 就把它按送出 這個時候你就會取得一個 有沒有收一些筆記 這樣了解 當然你可以有很多個 好 所以這個是OneNote平台 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 如果說OK的話 你可以稍微善用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好 好 謝謝 好 看 我